巴黎圣日尔曼赢得法超杯的那一刻,姆巴佩的名字再次被推向了风口浪尖。 这位年轻的法国前锋,不仅在赛场上展现出令人惊叹的实力, 更在赛后的发言中流露出对未来的深思和情感。 对于关于自己即将加盟黄马的传言,姆巴佩坚定地回应, 我还没有对未来做出任何决定,也没有做出选择。 这种坦诚和直率,不仅展现了姆巴佩的成熟。 更展示了她对俱乐部的尊重和对自己的清晰认知。 她与巴黎俱乐部有一个协议,无论她做出什么决定,各方面都会受到保护。 这样的承诺和保障,也让她能够在赛场上更加专注和无畏。 对于梅西,姆巴佩的言语中充满了敬仰和怀念。 她说,当你不再和梅西一起踢球时,你总会想念她。 这是对梅西球技的最高赞誉,也是对梅西人格的最大尊重。 姆巴佩知道,她和梅西一起踢球的日子是特别的,是无法替代的。 她说,对于像我这样喜欢撕扯对方深厚空间的前锋来说, 和梅西一起踢球可以让你确信自己能够获得足够的机会。 这句话,不仅表达了她对梅西的感激,也表达了她对自我提升的追求。 与梅西一起踢球的日子,无疑给姆巴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美好的回忆。 而现在,尽管他们已经不再并肩作战,但那份特殊的情感和记忆却永远留在了姆巴佩的心中。 她表示,和梅西一起踢球总是很特别,姆巴佩的这些话,让我们看到了她的成熟和坚定。 她知道,她是巴黎圣日尔曼的一部分,她也是法国足球的一部分。 她愿意为巴黎圣日尔曼付出一切,她也愿意为法国足球付出一切。 她的承诺让我们对她充满了期待,也让我们对巴黎圣日尔曼充满了信心。 未来不管姆巴佩会不会加盟黄马,但是至少现在她还是巴黎圣日尔曼队不可或缺的一员。 她也用自己接连不断的进球帮助大巴黎拿到胜利。 姆巴佩的这个法超杯,不仅是她的荣耀,也是她的承诺,她的进球,让我们看到了她的实力。 她的言语,让我们看到了她的决心。 不管她是不是巴黎圣日尔曼的未来,但她一定是法国足球的未来。 好,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。 感谢大家收看。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,欢迎订阅转发。 也可在下方留言评论。 谢谢大家。 感谢大家。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